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人们不要不高兴 老人味的确存在 而且是有科学依据的 美国 瑞典 日本等国的研究者都曾对此有过研究 美国莫内尔化学感觉研究中心和瑞典卡罗林医学院研究人员 曾对20到30岁的青年组 45到55岁的中年组和75到95岁的老年组进行测试 最后发现老人却有特殊体味 那老人身上的气味从何而来呢 据日本一家研究机构历史七年的调查研究显示 老人味出现的罪魁祸首是双蚁仙 这种物质往往在人们30到40岁的时候达到较高值 在从人体散发出来的各种气味分子中 有一种物质叫二人锡泉 它的味道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油腻味和浮草味 有研究表明 这种叫二人锡泉的气味分子 只有在40岁以上人的皮肤表面上才能检测到 二人锡泉来自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降湿降解 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体会产生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也就会产生更多有气味的二人锡泉 还有一些来自饮食 生活习惯 疾病的因素 也会导致体味的增加 一些慢性疾病发生的风险 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所以也与老人味关联的起来 例如皮肤问题 随着年龄增加 老人皮脂变薄 皮肤往往比较干燥 脱落的皮屑成为满虫 以及其他细菌等病原体的掏剔大餐 不但容易引起皮肤感染 而且这些寄生的病原体在繁殖过程中 也会发出难闻的味道 而老人皮肤褶皱多 更容易藏污纳垢 加上老人的皮肤 抗氧化物质变少 以及激素的变化 导致更多的油里脂肪酸发生氧化 包括造成特殊气味的人稀全堆积 还有就是自然衰老的问题 老人年老体弱 消化 闭尿 生殖等各项功能 都在走下破路 比如老年人消化能力大多下降 如果有爱吃肉 海鲜等高蛋白食物 就容易出现消化不良 口臭 另外 男人散发出的老年味 比女性明显 且这种味道会在50岁后更加浓烈 而男性之所以会比女性的味道更重 原因之一 就是男性烟酒的坏习惯 容易使皮脂增多 侍奉的二人吸拳 随之变多 味道就变得更难闻了 其次 人体的激素也会影响男性与女性的老人味 女性产生的磁激素会抑制老人的异味 相比男性来说 异味便更淡了 老人味可不止一种 它除了以上提及到的生理性老人异味 老人味还可能是病理性的 人体发出的气味不但与机体健康密切相关 而且还是很多疾病的重要报警信号 这些浓烈的气味都预示着不同疾病 因此 老人身上的气味也可能是某些疾病的信号 一旦发现身边的老人散发出来的老人味 变得更复杂 更难闻时 很大可能与某些疾病有关 老人们一定要警惕 例如出现以下几种气味就要当心了 1.口臭味 首先 老年人的免疫能力往往低于年轻人 他们很容易会上火 而且牙齿中残留的食物碎屑 经过细菌作用 可能出现口腔溃疡 蛀牙等口腔问题 口气就会变臭 此外 慢性牙周炎产生的病菌 也会出现恶臭味 无论到了什么年龄阶段 都要勤刷牙 可以用软毛的牙刷 牙缝刷 牙线等工具 帮助清洁 或饭后用淡盐水漱口 其次 年龄越大 肠胃功能下降的就越快 老年人肠胃 会出现不适的情况 当肠胃的消化能力变差 胃气上庸 口臭味就自然出现了 二 汗臭味 脾虚的老人 一走动就很容易出汗 一晚睡觉 也会有倒汗 加上原本新陈代谢就慢 老人的皮肤 便会滋生细菌 经常散发出一股汗臭味 另外 大便糖薄稀烂 精神疲乏 赤睡 口蛋等症状 都是皮须所致 皮须应少吃鲜辣食物 少烟少酒 可以试试熬莲子 嵌食粥 八宝粥来补皮液气 三 骚臭味 肾脏功能受损的人 他身体的两个部位 会出现骚臭味 第一个发出骚臭味的地方 就是尿液 如果老人身上的老人味 伴随着这种骚臭味 多是肾脏功能受到损害 导致尿液中产生的氨类物质 从而尿液发臭 第二个 则是口气的味道 伴有骚臭味 身体里很多垃圾物质 没有及时排出体外 便会令到嘴巴发出这种臭气 长期下去 可能会增加患尿毒症的风险 四 谈臭味 患有老慢肢 肺气肿患者 会经常出现咳嗽 咳痰的情况 伴有这些疾病的老人 往往会有痰臭味 如果还是经常喝酒 抽烟的老人 这种痰臭味更明显 说话 呼吸 都会带有这种味道 五 烂苹果味 当一个人血糖超标 会加控制时 体内的脂肪和蛋白质分解加速 就会产生同体 并发出一种酸酸的烂苹果味 这是糖尿病患者 铜症酸中毒的特征 因为糖尿病人的新陈代谢都不太稳定 大量的脂肪在肝脏中会氧化成铜体 并且会扩散到全身的血液中 这样就会导致呼出的气体中 也带有饼铜这种物质 所以 如果体型偏胖的人突然消瘦 并且口中常有像烂苹果一样的气味 则一定要去茶茶血糖 6.腐败味 提示上呼吸道疾病 上呼吸道疾病也容易产生味道 例如鼻豆盐 咽喉盐和扁桃体盐 这些患者会因为发炎 分泌出大量的粘液 这些粘液含大量的蛋白质 除一部分形成鼻涕排出体外之外 剩下的会最终被咽下 在咽下的过程中 一部分会粘附于舌根或者口咽部 导致腐败后产生味道 一样的气味 为什么别人闻得到 老人自己却觉察不到呢 对于嗅觉来说 一个评判的指标是 气味愈直 也就是某种刺激气味 能被人体察觉到的最低浓度 气味愈直越低 说明一个人的鼻子越灵敏 但是研究发现 老年人的气味愈直 比年轻人普遍要高2到15倍 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嗅觉功能会逐渐减弱 鼻子对气味的识别 辨别越来越不灵敏 对于患有某些疾病的老年人来说 如阿尔茨海默病 帕金森病 嗅觉的丧失会更严重 何况对于人类来说 嗅觉有适应性 即便一开始能识别出某种气味 但是在这种气味的环境中 待了一段时间后 就不会敏感了 那么大家怎么避免老人味的出现呢 小官为大家总结了三点 注意事项 快来看看吧 1.勤洗澡换衣服 如果因为年龄或疾病 身上分泌有味的物质 无法避免 尽量勤洗澡 如果有条件的话 至少两天需要洗一次澡 还要多换衣服 洗澡后就更换 不要等有明显的味道 可以避免身上 衣服上的气体分子越积越多 也要多给老人住的地方 开窗通风 不但可以增加空气的清新度 也能减少生活环境中 有害病菌的累积 有益健康 2.多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 对老人来说也是一样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 老人都应该进行适当的锻炼 这样可以减少各种慢性病的风险 能够更长久的保持肝脏 肾脏的正常功能 减少因为这些器官功能损伤 而出现的体位 老年人每周最好完成 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 有氧身体活动 比如快走 跳舞 园艺等 或每周至少75分钟 高强度有氧身体活动 比如跑步 爬山等 3.不要成为一个胖子 如果体重超标 很多慢性疾病风险也会增加 从而导致出现老人味 想要避免成胖子 不但需要必要的运动量 还需要注意均衡饮食 少吃煎炸等高热量食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观众们可以在视频下方 给小关留言 喜欢小关的 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